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 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 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 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 大人 婉儿自有主见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公孙先生 婉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那是婉儿的私事 有机会再向展护尾说明 今日在王府之中 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大人 属下几乎可以确定 黄金的藏身之处 话虽如此 还是要眼镜了你 属下晚上再叹王府 设法把证据带来 启禀大人 什么事啊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他又去了王府 是王府的人去周牙找他的 大人 手下马上过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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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画 一百两 一百两 过来 这两天 都过丁几点了 另外一个网络 所以两天 又是几十人 这两天 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 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 来去自如呢 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 我也没办法阻碍 那怎么办呢 找你来 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 小王爷 张冲参见小王爷 拆路 我拆家能否复兴大周 就看此一局 可是如今 得来 张州富贵 小屋 小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王爷 让你们久等吧 你上哪儿去了 你出去透透气 我也出去活动一下 你应该休息的 施针之前静坐片刻比较好 下次我会注意的 大夫 请你按照我的方式 给小王爷施针吧 是 欢迎 是 咱们 小王爷 夜晚与白日不同 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我去过两次 那边的守卫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都是柴鹿直接指派的 王府里其他的卫士 根本不可以靠近 更不要说什么仆役吓人了 况且这两天 守卫明显地增加 一眼就看得出来 如此说来 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 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鹿了 柴鹿是王府的总管 张冲要把黄金 藏在王府之内 不通过柴鹿 根本就不可能 倘若证实了黄金 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 那张冲和柴鹿 同谋的罪名 是绝对逃不掉的 他若果真如此 对柴王爷来说 的确是个打击 听王爷说 柴鹿的曾祖 是前朝侍宗皇帝的太夫 周灭宗兴之后 自愿进入王府之中 改为柴鹿 祖孙四代 都在王府之中 任总管之职 可以算得上是 一门乌中了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 如今柴王爷 也帮不了他了 我儿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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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